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文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留得见 此次的留言 好了,今节真是说一下 因为最近我进了很多港人的群组 真的见过真人也有的 出去打球也有的 这些东西也挺奇怪 相当离奇 不知怎样思考 对,相当离奇 原来进了一个群组,有人居然民 家里有些是关公像 瓷器做的和香奴灰 可不可以带去澳洲 什么?香奴灰? 我初以为是香,香就很正常 不是 不用带 也不用带 是不是真的香奴灰? 是 全部包了香,香奴灰,甚至是灰 维三药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真的要带过来? 这些帐 可能是 帐也情有可原 有些开左缸很贵 真是很贵 有人说关公像可以 是 关公像可以 香奴灰就有难度 还有关公像 要超级包好才行 否则会跌难下 你迟做的 你做快递和速递会帮你搞的 他们也怕弄坏你的东西 是的 有人问他 究竟香奴灰有什么用 自己装香就可以有灰 香奴灰有什么用呢 当然是用来压 当然是用来插实之香 但是你没有说不是拿米 我在外国大 我也知道新的 如果不够香奴灰就拿米 你们应该是一样的 最初新的就用米来插 就算你去到澳洲 在一些卖神料的地方 也能买得到 为什么要迈过来呢 对我来说有些多余 他说香奴灰还有帐 炉和帐 是很正常的 说真的 但是帐灰 就真的令我很害怕 发生什么事 亦有人说 东西很容易烂 自己带过来比较好 还要手持 他说 也有想过 但是我将会在境内申请visa 旅游签证入境先害怕海关查行李 打开见到神像问 旅游要用你做什么 这样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理你的 这件事他应该不会理你的 我亦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同一位 阿姐 海关的 海关的 海关的关元 想问同一样的问题 你来旅游带神像来干什么 是 干什么呀 我有宗教信仰 拜一下 在心中 只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来澳洲 进行这个宗教 朝圣的活动 勉强都给你过 但是好像没有这些东西 而且你说拜关公 关公庙在澳洲很多 很多 当然 而且 一定要包好 我都怕打烂 因为开了缸 究竟寄他 还是hand carry 也有人说 自己带 不是 我觉得自己带好一点 如果你来 我觉得一般来说 肾脏就不会塗 肾脏 还有 肾脏就不会带 香奴灰 应该会 人家会害怕你里面有什么成分 胡椒粉 等会我们说一下香奴灰 为什么有机会被人逮捕 他们都说 自己逮捕 见到就说送给人 这个可以 亦有人说 他家人其实都大过 你说是艺术品 艺术品可以 我妈都大过 我妈都大过 问他是什么艺术品 是可以的 都是那句 酱和香奴 香奴 你可以说艺术品 带着灰 是不是艺术 灰 不过他很执着 哎呀 我 最害怕就是灰最危险 干什么 干什么要带香奴灰 你也可以说 我要什么 插着香 一般来说 买米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买的 澳洲也可以买的 你最多买米 就算是香 香的话我们有些也很漂亮 有些也很漂亮 我有 我有亲戚 他这里的人做一些很漂亮的香 定做的 很漂亮的 不过很贵 很贵 他家里是大到佛堂 也有一个 好像廟那么大 那几个佛堂 也说 哎呀 哦 我知道了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不能丢 他说那些香奴灰 里面有符咒 化了下去 所以不能丢 这样说 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原因很难说服到海关 其实你要跟他说 说真的一点 以前也做过翻译 我也不知道怎样去说 have a spell inside inside the dust 他就是 不是黑人 白人问号 白人问号 有符咒 是的 我也知道有些是这样的 而且符咒系之后 还喝完 当然不行 一旦说宗教的同圣经 但圣经本输了 还有世人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你怎样解释 头都大 也说因为是灰 怕他们以为粉状 也以为我做坏事 为禁品 我怕他们马上丢了我 最后他就说 发送了 电邮给移民保护 那好吧 你不如问他 但是我觉得 很难 很多人都说 其实 帐和 香奴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灰就真的难一点 一会就以为你是什么粉 什么粉 大家知道是什么粉 怕他扣起来 他扣起来化验 你不一样 用了你的负罩 我发送了 原来 亦有人说 我上网查过 四位问人 真的没有人 我说真的 我第一次听 在澳洲住了这么多年 无期不休 真的 真的无期不休 住了二十多年 真是对不起 第一次听 香港就有亲戚大了 香港就真的有亲戚大了 我亲戚上次就在翻中山 会不会很麻烦呢 会不会很麻烦呢 即是过关 说句老实话 我们拿澳洲护照 你说是否会宽容点 我相信也是 有人说不能带的 但是他是过了关 他打算拼搏的 他打算拼搏是可以的 但是他是 手拿的 因为那些很贵重的 他找人订造的 找人订造的 有了一些 出品的证明文件 还是有收据 没有 收据也没有 收据也没有 而且他 他的女儿在这里出生 他叫他女儿 写了一张解释 即是讲解释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 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 官方问一下 官方问一下 当然 这件事其实他们最近 也有吵架 很多人也有吵架 就是为了 不如说回香奴灰 为什么我觉得不行 大家知道有些人说香奴灰能医百病的根 不是 没有科学根据 为什么我觉得不行 因为 这个香奴灰里 我看到 一般来说有什么成份 原来 有一些是香草 但你知道我们对植物相当 相当的严格控制 有大黄 还有米兰 还有凌香草 丁虫 还有丁香 玉桂 这些东西如果是灰尼 但不是完全 可以完全燃烧 完全燃烧 有些是 没有那么散 如果有植物成份 或者有些香料 完全散了 这样的话 其实 还有传统的 更漂亮的香 其实它有中药 如果你的成份它验到 我觉得你也挺麻烦的 真心说 不如 可不可以多 叫那些师傅 拿个符咒来读 不是 它可能是当场做法事 可能是当场做法事 那不行 那不行 不然你只求多道符 在这里 烧掉它 是吗 当然 刚才我们说的是普通的 东西一般来说 如果是完全燃烧 可能 我不知道 因为我第一次有人听 我真的来了二十多年 二十九年 我也是第一次人听 但我真的听过 亲戚也有 香奴灰 就是第一次听 如果按照 这些成份来说 或许你真的验到有植物 或者什么中药 你就很麻烦 大家知道我们之前做过节目 有对大马的 新移民妇 母女 坐牢 对吧 茶叶也买惹了 不过 他就说 很迟才拿去化炎 这个是澳洲政府 这个警方 还他清白 什么都坐了四五个月 最怕你搞搞一下 因为他打算 是Hank Carrey 你搞搞一下 会不会是 跟你进去黑房子 问你 你又乱叉地回答 会惹很多麻烦 我只是觉得 这些东西 尽量简化 当然 是否做了很多法事 给很多钱 也是 有些人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说 也有一宗新闻要说一说 就是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 黄金签证 取消了 其实 亦有媒体误导 不是投资移民取消 只是取消了 188C黄金签证 因为 这个西媒 尤其是 媒度的报纸 澳洲人报 他说了 取消了投资移民 不对 原来刚刚 澳大利亚移民研究所 斥责了 这些媒体不负责任 幸好我们也说 1008C 不负责任 亲自落场辟谣 其实 澳洲投资移民 签证 很多媒体已经被取消 不是 而且他们说 只是政府没有正式官宣 不是 其实 澳洲移民研究所 这些真真正正业界人士 就说 这个是 只是取消了 500万澳币 我当时说黄金签证 188C的这个渠道 而且 暂停了 关闭了 将来会不会有其他 不知道有没有 他们的CEO 这个是移民研究协会的CEO Helen Duncan 邓肯女士就说 这个不要胡说 被国际媒体不断放大 制造恐慌 那说真的 如果你这样 他们是不是很沙尘 专专业大陆人 我们有节目说过 其实也有很多香港人申请 很多香港人申请 你不要以为 其实 是你们舍 觉得 什么都是为大陆而切 什么什么 其实很多人 都是 普普通通的 有些东西是 公共的 好像 之前的移民措施 大家都一起受 好像有些地方就有豁免权 我们说过只得印度 印度 原来这个移民研究所 很生气 澳洲媒体报道 是夸大了 也影响了业格 那些人不可能 因为之前投资移民 还有1008a 那个 是没有影响的 是没有影响的 那当然 为什么 500万那个是有影响的 因为他们觉得 为这些人 当然 他们对 语言 学历 各方面的 本来 其他的要求 就比较低一点 但是 最高肯定是钱的要求 而出得起500万的人 其实也挺多 也挺多 当然 重大投资签证 在2023年到2024年 他说得很大 其实只占 签证总盘额 1% 而且重大投资签证 不是出售 护照计划 因为他要申请 那些人士投资4年 而且对澳洲经济有重大贡献 之前我们说过那些大陆的人 他就是 最后转的那步 等了很久 记得那些人去抗争 去移民部抗争 现在 说真的 他这批人 反而是得到政府的回应 他们说 这批人 就要先处理 即是职压 处理 这也很正常 当然是职压 处理 先 也看 他们也说不明白 为什么 你们突然说 整个投资计划 是取消了 其实当时 政府的重点 根本目的 不是全面 废除投资 移民的签证 这种说法是错的 这位Claire O'Neill 内政部长 他4月份的声明说过 他说 澳洲 政府最终的目标 是重组投资移民签证 而不是废除 有什么是否优化他的意思 当然媒体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188C 有很多中国人申请 而且他说这个中国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含香港 因为他有时候 两个分开的 有时候 把这个中国香港 就是 我指的是 香港特区 香港中国 你也知道 写了中国 可能被人允许 我说中国香港 也只是香港 这个官方 后来也是辟谣 他们也说 投资签证只是 部分暂停了 就是188C 这188C 这个类别的重大投资移民 渠道 确实是关闭了 也代表着澳洲现在需要的并非超级富豪 但188C 是没有关闭的 事实上是没有关闭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仍然有人在做 我知道有一档以前在黄金海岸读书的时候 那一档 就是帮我朋友 买了一档 的一档 经济饭 经济饭 香港就叫 两送饭 两送三送饭 有二有三 他是这样投资 当然 他帮我朋友买了这单生意 事实上 这个 移民 我觉得 肯定全世界都在咳 这个也不用说 但是 他也要看看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 是吧 还有一点 有关投资移民的改变 至今澳洲政府都没有官方的说法 另外引出第二个他们的争论 最近的 想来或者来澳洲 未得到身份的港人 一说到官方 现在开始吵架了 就说 究竟 澳洲 什么时候 真的被他交代我们 因为之前 澳突联 原来有些人不知道 SBS引述澳突联是引述的 引述的 不是官方的 官方是没有回答 他叫这个SBS 我们当地的 一个SBS 广东话组 这个是华文的媒体 是跟他说叫他等消息 他又跟他想证实 但是没有 所以有些人说 SBS是什么官方 你真是没有认真看新闻 他也是引述的 他也是引述的 你不要说什么自由民主 你说 而且他们 官方的答复 由去年说到现在 都是 未有的 未有 真的未有 全部是这些组织 自己说的 官方没有的 所有东西全部是官方作准的 不是说 哪个组织 我跟谁有联络过 他们私底下 全部不是你的 私底下的全部 通过电话 什么email 那些全部不行 email你就截图 但又没有 又没有 还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 港人组织 他说多了 大家 放心 每个新年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他说多了 就是给别人一个希望 你有一段时间 给别人搞 有些人真的以为 官方没有 完全没有 印度就有了 印度就有一个豁免 印度就有 是 澳洲和印度的自由贸易 但也不是全部 他某些 学生是有的 某些学生 就像碩士和博士 是有豁免 其他就无关事 看回 现在澳洲和加拿大一样 卑士省 剁了 未来两年 就是什么 某些院校 不是某些院校 不发这个签证 是吧 这个劉河生签证 是不是 不是全部不发的 好像有些条件 但我忘记了 澳洲他也说明是剁移民 英国也是 这个很正常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什么自由民主 没有 别人不是你 别人是选票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选票 我就问你一句 你问一下 Kalia Oliwey 我是支持民主的 我被中共逼迫 你不要忘记澳洲 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是面对很多船民 因为很多人坐船 他都说被当地政府逼迫 澳洲政府最后给什么结果 那就很麻烦 那些的环境比你更加严峻 更加严峻 更加严峻 那些是印尼过来的 因为印尼近近 我们西澳 西澳的爱岛 其实移民战略的改革 主要措施 其实一条都已经够卡 除了年龄的硬商 另外一个 提高留学生最低英语的 这个要求已经是够卡人 真心说已经够了 这个已经是很多人做不到 大家知道了 所以 不要这么说 另外新政策 也终止了 允许留学生延长在澳洲停留时间的规定 以前 他们就是这样的 以前的 叫做 是调签 调签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在澳洲境内更换签证的类别 你明白吗 他换一个 你又可以多留几年 是不是 其实 这个就变成了永久性临时居民 这个都可以视之为一个漏洞 是的 有很多人打工 那些人不断 不断延续下去 有些waking holiday 我知道以前是这样 现在我不知道 现在我不知道 数据也显示海外留学生和毕业生 在永久性临时居民当中占最大的 其中 十万八千人 已经在澳洲逗留五年或五年以上 去年多次连续学生签证留在澳洲的人数 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是达到十五万人 有些就是那些学校 那些学校又可以延长一两三年 根据 这个最新移民政策提出的要求 赴澳留学生的海外学生人数 可能最后会减成七万 另外 三万八千人 即是他们计算数 三万八千人毕业时 因为未能够通过英语测试 而被逼离开澳洲 大幅改革当然 由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毕业签 这个港人说的 他们 叫做HKStream一条通路 就是485 的持有者 澳洲政府就说 由于百分之五十这些持有者的工作能力 和英语水平 看来就是不佳 是五成的 你记住 澳洲将会着手于调整这类签证的工作权和资格 期限 总结来说 为期 四到六年的 毕业生毕业后工作签证 就要减到两到三年 毕业生签证申请人士的年龄上限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在争吵 究竟几时出 就是五十岁大幅调到三十五岁 这个因为之前有些人记得一个人说 代表时四十九岁 我们很久两年前节目说 这个行不行 这么冒险 一改又大麻烦 想不到 一语成差 现在当然 你说 是这个 奥德联说他会有 公布 我不知道会不会公布 我真的不知道 大哥 等官方 等官方公布 当然就算他 他行不行也不关我们的事 也不行 降到三十岁 我们也不会深凉 只是觉得 我们经常说要审慎 要审慎 我们经常说 也不会踩到两脚 但是 这句 五十岁 到 调到 三十五岁 就真的是大麻烦 因为这个硬伤 你没办法改年龄 你英文 有些人狂读 真的可以 而且考试有时也会讲运气 但是这个就没有运气 因为 你几多年出生 就几多年出生 同时 亦都限制 临时不业生签证持有者 在澳洲期间 转回去 学生签证的 你不要想几个签证 那些 subclass 跳来跳去 不行的 没那么容易的 年龄 其实 一个英文已经限了很多人 英文已经够限制人数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